你 你把餐廳給包了 這是誰在配合我呀 把這兒包了我們來吃有點過了吧 浪費 程總 我請女孩吃飯 還用不著當媽的來買單吧 你確定你面前坐的這位是女孩 既然您來了 我就一起說 長輩說話你插嘴 有禮貌嗎 徐徐說得對 既然你來了 那我們就一起官宣 省得你浪費錢找人拍我們 我想說的是 你現在想表達不分也好 辯解也好 總之是該說的什麼都沒說 你這樣的女人我見多了 當年就好意勿勞 企圖用婚姻改變命運 現在還不惜去教訓 以為找個有錢人 就能讓你一步登天嗎 你什麼意思 給我看個小破行 別把生意廠商的手段 用給自己家人行嗎 他不是什麼小破行 他是我的兒子 叫吐吐吐 叫吐吐 吐吐 吐吐就是我的兒子 他不是什麼小貓小狗 这是我今天想要约你的重要原因 之前填资料的时候是我骗了你 但我当时太需要这份工作 但是 我以为有孩子的事情 只要不影响我的工作效率 就没问题 所以我就一直隐瞒着你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们会走到这一步 所以直到现在 我才意识到必须要跟你坦白 是不是我妈威胁你了 你不用听她说什么 只要我喜欢你就够了 你不用在乎她说什么 你到现在还觉得是我晚在污蔑她 儿子可以亲子坚定 而且她身边的人应该都知道真相 想要证明这个事情的真伪太简单了 今天我摆出照片 她就说是要跟你坦白 我今天不来 你能保证她不继续把你蒙在鼓里吗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对不起 我骗你我认 其实我也很忐忑 我也很后悔 但是大程总 我从来没有企图通过婚姻 来改变我的命运 其实 我上一段婚姻也是牺牲了我自己 才换来了家庭和你 虽然结果并不好 但是我问心无愧 对对成立也是一样 我知道我自己配不上她 但是 我从来没有想从她身上得到过什么 你不用跟她解释什么 你要面对的只有我 我爱不爱你 介不介意 那是咱们俩的事情 和她无关 不介意 坐下来陪我吃吧 是不是觉得我太自私了 母亲保护孩子是天然的 其实这姑娘 要是不碰以前的事情 我是有心放她一马的 我知道 从您开始帮她找工作 我就明白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那么多次机会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一直把我当成傻子 我宁愿亲口听你坦白 也不愿意让我妈来拆穿你 对不起 我怎么把你带来好 送我回家